穿衣服的时候总有人对你的OTD指指点点 身上不能超过三个颜色 花里胡哨的图案 土气 拍照的时候也逃不过各种缩交 对对 摆正了 横要平 树要直 方方正正才是最好的构图 到底是谁来定义这些审美的 要怪 你就怪他吧 蒙德里安出生于荷兰 早在16世纪风景化盛行的时期 就有一条黄金法则 低地平线 三分之二是天空 三分之一是风景 但在蒙德里安的早期作品中 他绘画的地平线都是非常高 天空的占比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那时他就已经准备好 掀起属于他的艺术运动 新造型主义 从一棵印象派的红树 到抽象派的灰树 再到立体主义中开花的苹果树 最后他的画中不再有荷兰的云和风车 取而代之的是他的标志性作品系列 《斗图》 充满了垂直于地平线的几何线条 以及美术中最基本的三原色 1940年 已经68岁的蒙德里安 毅然决定前往纽约 走完他艺术发展的最后一段路 纽约市带来的繁华和活力 像一针兴奋剂 重新点燃了他的创作欲 他将作品中的黑色线条 替换成了彩色线条 并将它们互相重叠 蒙德里安完成了最后一幅画 名为Broadway Boogie Woogie 象征着纽约网格状的街道 线条被繁杂的颜色打断 不再是连续的 他们看上去非常忙碌 就像穿梭在纽约街头 穿流不息的人流 伴随着快节奏的生活 随着时间的流逝 蒙德里安开始净化他的作品 玻璃越来越多的元素 就像其他爱偷懒的大师们一样 怎么不像大师 怎么简单 就这么来 简化的色彩 简化的线条 极简的构成 反而让蒙德里安风格出圈大热 直到现在 Yves Saint Laurent Alexander Wayne等知名设计师 谁不想蹭蹭他的热度 而蒙德里安的红 黄 蓝 用在任何领域 都会被占一具高级 等等等等 上两期不是还在夸 孟菲斯大肆运用色彩的表现力 真香现场 赞孟菲斯的小伙伴 可以提出上上期视频哦 为什么他只用三种颜色来绘画呢 在美术的简法三原色中 红黄蓝是无法被调配出来的 它们相互调和 却可以得到所有你想要的颜色 蒙德里安认为 用最原始的颜色 才能表达出人内心最纯粹 又最复杂的想法 新时代花花绿绿的产物填满了我们的生活 每天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新鲜感和刺激感 可手机里装了这么多APP 你每天点开的 依旧是那几个绿色 蓝色和橙色的小图标 你把那些无用的APP轻轻一拽 藏进了那方方正正的小框里 一了百了 十分巴士 哎 你整理桌面的强迫症 好像也挺蒙德里安的 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